近年来,我国的军事实力的大幅提升,是很多外国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疑惑中,中国军队究竟是如何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的? 针对这一问题,最近印度人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。 政策周知,我国是全球第二个拥有并服役五大战机的国家,而G20已经首飞八年,实现了中国空军从无到有,从有到有的突破,而我国海军无论是对岸,防空,还是反船,反船上,也都有着不小的进步,无论是空军的突破和海军的进度,在大多数人眼里,都是中国军队凭最真实力取得的成就。 然而,近年印度人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中国军队能取得如今的成就,主要在于做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,正是这一决定使得中国空军和海军全方位崛起。 简单来说,就是印度人觉得,中国军日实力变强的原因是一项聪明的决定。 据印度人称,曾经中国为打造现代化军队,将陆军规模削减了50%,由于过去,中国军队是按照二战建立的作战模式来规划部队的, 但是近些年来,中国军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,每一位中国军人在军队中都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作战定位,这样使军队作战尊严更好地进行优化配置。 此外,有分析人士指出,印度人这篇文章指的应该就是中国军队的裁军意识,虽然说裁军会使得军队总数变少,但是这样做,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优化军队尊严配置,提高作战效率。 简单点就是能提高军队质量,毕竟人海战术在任何时期,任何一场战争中,作战能力都比不过一个精锐的部队。 一个议题,最近一段时间,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企业的针对测试,甚至在去年年末,美国好几个举动,都似乎想要表达想把中国当作同等竞争对手的想法。 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崛起,令美国感到恐慌了。 的意思的是,这篇分析文章下面,有一位印度网友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,印度也拥有着跟中国差不多的人口,在某些方面和中国类似,为什么印度就不能也令美国恐慌呢? 似乎有国内网友回应去提问称,毕竟印度人自己对印度的发展都没有完全上心,又怎么会让其他国家的人对印度的发展表示敬畏呢?